马依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,内心很强大,颇有北方女人直爽的气概,她勇敢而且还很优秀,她是多少人心目中的女神,15岁的时候就参加上海电视台的综艺舞蹈队,正式自食其力自己赚取学费,1994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94级表演戏本科,2003年出演古装剧《环珠格格》第三部而展露头角,2008年,凭借电影《江北好人》获得第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, 最佳女主角奖,2017年,凭借电视剧《中国是关系》提名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,2018年,凭借都市情感剧《我的前半生》获得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,2019年8月或2019年福布斯中国100名人榜荣誉,个人生活,2008年,相差8岁的姐弟恋马依丽和文章裸婚,育有两个女儿,后因丈夫出轨,当时马依丽依据且行, 且珍惜成为无数人,分手经典语录,2015年6月29日,马依丽生日当天,文章在上海包场,为其举办生日派对,邀请大量亲朋好友参加,并在派对现场,当众跪地补求婚,补送婚戒,文章向马依丽深情告白,小文以前不靠谱,今天以后想靠谱了,有你便是一切,老婆,求求你嫁给我。 两人甜蜜拥文,场面热烈,马依丽和文章破镜重圆了6年,终究还是以离婚收场,2019年7月28日,文章通过微博宣布,与妻子马依丽离婚,其实感情的事情真的不能勉强,在婚姻里面,或者说感情里面,最容易受伤的是女人,因为她们总是为情所困付出的太多,到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幸福。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,可以点一下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